Google推出AI生成图像功能OpenAI收入大增 Google宣布,从周四开始,其搜索生成体验SGE将允许用户直接通过文本提示创建图像 用户可以通过Google搜索实验门户加入SGE,之后只需在Google搜索栏输入查询 SGE就会根据提示通过Image AI模型生成若干图像以供选择 搜索高级总监Himabudaraj表示 SGE生成的每张图像都会带有原数据标签和水印,以标明其为AI生成 此外,Google还在SGE中引入了文字草稿生成功能 根据用户查询内容,Google可以生成长篇 短篇或随意形式的草稿 另外,据地Information报道,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OpenAI CEO Sam Altman本周告诉员工 该公司年化收入已达到13亿美元 这意味着OpenAI每个月收入超过1亿美元 比今年夏天增长了30% 去年总收入仅为2800万美元 OpenAI主要通过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服务获得订阅收入 自2月推出收费版ChatGPT以来,收入增速明显 收入还包括为AI提供算力的销售收入 运行在微软与服务器上 目前不清楚OpenAI从中获得的比例 此前路透社报道 OpenAI计划下月推出重大更新 以降低AI使用成本 鼓励企业采用